在娱乐圈明星卖人设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 有的女星因长相清纯甜美 就有了健康阳光的人设 但是常常也有人设崩塌的时候 比如卖青纯人设 私底下却被拍到抽烟喝酒 人设就很容易崩塌 一 陈一涵 今日陈一涵和男友一起回家 在阳台上抽烟被拍到 她的抽烟照片曝光后 网友就直呼有些崩人设 二 杨颖 杨颖曾在媒体提问时 说自己也觉得抽烟是个不好的事情 决定放弃 可还是没见她少抽 甚至在怀孕后还被媒体拍到她抽烟的照片 虽然网友解释可能是电子烟 但是也看得出来baby烟瘾有多大 完全是老烟枪的样子 三 郑爽 当时爽妹子抽烟的照片被拍到 引起了好一顿争议 甚至上了热搜 爽妹子素来有小仙女的称号 网友对此事都十分难以置信 四 周冬雨 没想到长相清纯的周冬雨也会抽烟 抽烟就抽烟吧 但是周冬雨还曾自爆 没抽过烟 结果却被拍到和朋友一起抽烟的照片 五 陈乔恩 台湾的偶像剧女王陈乔恩 也是一贯清纯玉女的形象 可这吞云吐雾的动作也太熟年了 六 马依丽 马依丽的这张憔悴的抽烟照 还是在文章出轨不久后被拍到的 照片中的她面容憔悴 双目无神 想必背后也有不为人知的心酸吧